这个案子真的有点刷新了人的三观,都说虎毒都不食子,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件中的这位父亲,可真所谓是丧尽天良,枉为人父,那都可以说他的不配做人呢。 事项发生在山东省德州市,在1998年的夏天,德州市第一监狱送进来一名年轻的小伙子,这名年仅25岁的死缓犯他叫李景峰。 李景峰被判处的是故意杀人罪,但是他杀死的却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杀人的方式也比较的残忍,是活活的掐死了并且用刀割下了自己父亲的下体,他被判处死缓,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李景峰出生在山东省德州市的郊区的一个农村里,他家一共有兄弟姐妹四个人,他排行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妹妹。 咱们再说说李景峰的父亲,他父亲名叫李德光,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是他父亲可比较出名了,可这个名并不是啥好名声。 年轻的时候他父亲李德光就是方圆树十里闻名的混混地痞,他父亲性格刁钻,蛮横,暴虐无常,可以说是艰懒缠华可恶,阴损罕独赖啊,那是村民们对他的评价。 他在家里那更是说一不二,谁对他稍有不满便会直接动手就是一顿毒打,妻子儿女也怕他怕得要死。 李德光啊,可以说在他家里啊,就跟封建君主似的最高统治者一样,典型的窝里横,外面没啥能耐的主。 这李德光呢,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好色。 农闲时节啊,村里的壮劳力都出门打工挣钱了,但他却趁此机会和一些风流寂寞的不三不四的女人勾勾搭搭的。 在1987年的某个夏天,李德光在自家牛栏里喂牛,同村的一个姑娘到他家里来借点东西。 当时啊,只有李德光一个人在家。 在光天化日之下,李德光就色心大起了,强行的把这姑娘就拉进了牛栏。 这个姑娘啊,拼了命的挣扎,才得以逃脱。 到了1993年的10月份,李德光在临阵嫖娼,没给钱就溜了回来。 这吃了亏的女人呢,就追到了村里,因为找不到躲起来的李德光,就大街小巷地喊着李德光的名字,并且边叫边骂。 吸引了上百人的围观,这下子他可更出名了。 李德光啊,结婚了,他的妻子啊,方桂兰,是一个徒生徒长的农村妇女,老实巴交的,胆小怕事。 打字不是一个,也没上过学。 由于经常啊,被他家暴,他对丈夫的劣迹啊,是敢怒不敢言。 方桂兰如果对李德光稍有指责的话,哪怕是一个眼神的不对,轻则是一顿拳打脚踢,重则是棍棒相加。 有一次,一家人呢,在场子里打麦子,一个比较丰满的少妇抱着孩子从场边路过。 李德光就放下手中的活,当着老婆孩子的面,贪婪的就盯着少妇那风鱼的身体。 方桂兰见他在孩子面前这副德行,没忍住就说了他一句。 李德光文言脸色骤变,超起农具就朝方桂兰的腰部狠狠地打了一顿。 这方桂兰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才能动他呢,这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一家人苦苦地煎熬着。 四兄妹就相继长大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可就因为这李德光的坏名声,这两个儿子啊,那哪找得上媳妇啊,只有大女儿李翠花找到了婆家。 已经快五十岁的李德光,在儿子们憎恨鄙视的目光中啊,就略略地收敛了一些自己放荡的行为。 他知道两个儿子打光棍,那难堪和恶果呀。 这一九九四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李德光呢,没有再制造出什么新闻来,他呢,日作而出,日落而息。 这像模像样的呀,操弄的家里的几亩田地,对妻子呢,特别是正处于花季的两个女儿啊,竟然和颜悦色起来,也不再怎么动手打人了。 方桂兰看到这一切,有些欣慰,但是更多的是召集儿子的婚事。 这个窝囊女人一辈子都活在了丈夫的淫威和阴影中,在别人的嘲笑和指点中忍气吞声地过着日子。 他拉下脸皮,到处去托人给儿子说亲,但是女方一听是李德光的儿子,这连面都不见,连相亲的机会都不给。 方桂兰,那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啊,李德光又出事了。 一九九五年的春天,正是农闲的时候,两个儿子呢,随着村民一块去天津打工。 小女儿翠菊去了德州跟着表姐学缝纫去了。 家里就剩下了李德光夫妇,他们俩还有大女儿翠花。 这个翠花啊,性格跟他母亲比较相像。 家长没有读过几天书,又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性格呢,就比较孤僻自卑,整天的少言寡语的。 他最大的心愿啊,就是到了年龄赶紧离开这个家,找个人家赶紧结婚。 一九九五年的五月的一天,李德光夫妇呢,在田里用机器浇地。 上午十点多钟,李德光啊,就返回家中拿柴油。 他添了柴油,来到大女儿的房间里。 见到翠花啊,她在床上睡着了。 李德光啊,心里有点生气。 他上前啊,就推了一把女儿。 你打,想想地干活了。 翠花翻身,朦胧睡眼地望着父亲,一时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李德光死死地盯着女儿娇憨的样子,还有女儿露出来的大片的皮肤。 雪就忽然地涌上来。 李翠花刚想起身,却被父亲一把就抱在了怀里,就开始撕扯她的衣服。 随后就凝笑着,强暴了自己的女儿。 在丝毫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李翠花被自己的父亲给强暴了。 悲愤交加地她嚎啕大哭起来。 这哭声就吸引了一强之隔的邻居老太太。 老太太以为啊,这边出了什么事,就赶紧跑过来看看。 当她看到只有李德光妇女俩在家时, 而翠花披头散发的衣衫不整的样子,心里就咯噔一下子。 老太太用惊疑的目光看着坐在外头抽烟的李德光。 李德光一甩烟头,呼地站起来。 死老婆子,看什么看呢? 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气得老太太摇头就走了,嘴里直说着这是造孽啊。 李德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啊。 什么伦理天良,统统被她抛之脑后, 一有机会就想封设法地亲近女儿。 女儿手有反抗,她就一巴掌扇过去。 这李德光又恢复了恶棍的本来面目。 李翠花面对卑鄙无耻的父亲,恨意偷天却无能为力, 只能含着悲苦的泪水, 听之认知父亲一次又一次,疯狂地蹂躏着。 这个本来就孤言寡语的女孩子变得更加的自卑了。 整日里默默地干活,她开始变得憔悴, 目光呆滞,毫无神采。 方桂兰慢慢地发现了女儿不太正常, 不明其音,她便把女儿拉到一边, 心疼地问女儿到底怎么回事。 翠花呢,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积聚在心头的屈辱和粪粪, 就像是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她大哭着冲出门去说, 我要去死,我死给你们看。 大惊失色的方桂兰追出去,死死地抱住女儿, 这时候坐在屋里的李德光叼着烟, 却一动也没动。 按说发生这一系列的事, 女儿已经开始厌世有了想死的念头了。 女儿这悲观厌世, 应该能唤醒李德光的一丝丝的良知。 可是,这天良丧尽的李德光, 不但没有放过女儿, 反而更加地明目张胆了, 变本加厉地折磨女儿。 她当着方桂兰的面, 扒光了女儿的衣服, 一边扇女儿的耳光, 一边咆哮着说道, 你以后再苦恼, 我就掐死你。 记住了, 不经管我的同意, 不准你们买出奖门一步。 然后, 畜生不如的李德光又扒光了方桂兰的衣服, 用绳子无花大绑地 把方桂兰拴在了女儿的床头上, 让方桂兰在近债咫尺之内, 面对面地目睹自己的丈夫, 糟蹋他们的亲生女儿。 在魔女俩无奈的洞窟中, 李德光得到了一种空前的变态的满足感。 方桂兰实在是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 她偷偷地买来两瓶安眠药, 想一死了之。 可是, 不慎被李德光发下了药后, 她不由分说地, 抡起一根棍子, 直接就把方桂兰打得劈开肉绽, 鼻子都震得流出了血。 更不幸的事发生了, 在一次次的强暴下, 女儿李翠花出现了呕吐等明显的妊娠反应, 她怀孕了。 母妮俩抱头痛哭, 而李德光气急败坏地跺着脚蛋那儿骂道, 亏叫什么呀? 死人马, 再哭我弄死你们。 李翠花本来应该打掉腹中那颗罪孽的种子, 可这个小学都没念完的农村女孩, 却不敢走出那一步, 她怕被人耻笑, 被人指点。 在丈夫的淫威恐吓下, 方桂兰只能悄悄地宽慰女儿几句, 丈夫不发话, 她什么都不敢做。 在1996年2月的一个深夜, 在家里整整逼了九个月的李翠花, 生下了她父亲李德光的孩子。 一个惨不忍睹的鸡形儿, 孩子刚一落地就去世了。 方桂兰就用铁签把那堆血肉送到了村西的沟里给埋掉, 女儿这月子得坐, 方桂兰呢就买了十斤的鸡蛋, 几斤红糖伺候起女儿做月子来, 鸡蛋壳白花花地扔在院子外的猪圈里, 遭到村民们的指点和嘲笑, 都说老李的女儿给她伤了个儿子, 正坐月子吃鸡蛋呢。 村民们争相地传递着这个石破天惊的花边新闻。 一个月后, 方桂兰偷偷地托人到女儿的婆家实情相告, 说如果不嫌弃的话, 马上择日尽快地完婚, 我们家一分钱都不要。 几天后, 家图四壁的南方就传过来话, 把这婚期定在了四月初六。 李翠花带着无尽的屈辱和仇恨, 两手空空地离开了这个家, 从此以后她再都没有回来过。 在1996年的夏天某一天, 这李德光被人打得是鼻青脸肿地回到家来, 她被人暗算, 被仙人跳了, 被一个女人的丈夫当场给抓获, 三四个壮汉狠狠地把她揍了一顿, 并让她拿出五千块钱死了, 不然就淹了她。 她家里穷得是叮当响啊, 李德光就跑到几个亲戚家里头, 说自己大儿子要定亲, 才借来四千块钱把这件事给了了。 不过十几天过去了, 这亲戚们见李德光家并没有定亲, 知道上了当了, 便纷纷地上门讨要。 李德光吓得是东躲西藏, 连面都不敢露。 当天晚上, 她躲在邻村的一家朋友中啊, 赌博玩牌, 几个朋友一边打扑克, 一边乌颜瘴气地闲扯着, 说到谁家的姑娘出去打工了, 在饭店、旅馆、 做服务员挣了大把的钱的时候, 这李德光就来了兴趣了, 一问才知道这服务员呢, 是在夜总会里的那种服务员。 她毛色顿开, 人家姑娘能出去挣钱, 我养的姑娘为什么不能啊? 她想到了在德州学逢阵的二女儿翠菊。 李德光回到家, 没几天正好二女儿翠菊回来了, 她就说道, 你咋回来了, 还走不走啊? 李德光为女儿沏茶倒水, 表现出一呼寻常的热情。 二十岁的翠菊疑惑地看着父亲, 她觉得这太反常了, 但她不愿意跟父亲说话。 晚上, 李德光一个人躺在赵剑的炕上, 绞尽脑汁地寻思着, 怎么才能让女儿走上那条道呢? 这时候有人敲门, 原来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 深夜向李德光来讨债来了。 李德光陪着笑脸说尽了好话, 可儿子亲前就是不答应, 拍着桌子瞪着眼睛, 就让李德光拿钱来。 二女儿翠菊被吵醒了, 她穿上衣服来到灶间, 问她爸,啥事啊? 李德光一见二女儿啊, 突然就有了主意了, 她说啊, 你咋? 没一事, 你回去睡觉吧。 翠菊走后, 李德光就凑到了亲戚的耳边, 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话, 末了就问, 行不, 搂着黄花妹子睡一宿, 能不能低你那五百块钱啊? 一脸麻子, 五大三出的二傻子亲戚一拍桌子, 行, 让我儿子去。 随后, 李德光就用同样的方法, 还上了另外的几千块钱的欠款。 李德光用自己女儿的身子, 还清了债务之后, 又一次丧尽人伦地, 糟蹋了二女儿, 然后威逼利诱以死相携之后, 大打出手, 把翠菊弄到了德州近郊的一座废弃的农舍里, 廉价地租下了这座即将拆迁的房子, 做起了女儿的情人, 尖皮条客, 数着用女儿的尊严和血泪换来的一点点钞票, 李德光是心花怒放啊。 在1997年, 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 在大白天的就抓获了正在卖淫的翠菊和两个嫖客, 翠菊被送进了看守所, 而李德光却逃之夭夭, 李德光东躲西藏了一阵, 最后逃回了家里, 开始他藏在地窖里, 两个多月过去之后, 李德光松了一口气, 他从地窖里搬出来了。 12月份, 已经几年都没有回家的二儿子李景峰回来了, 并且带回了他在天津找的对象, 安徽的姑娘王淑平。 儿子的对象王淑平啊, 这个姑娘长得不仅漂亮, 而且温柔可人, 又懂事又勤快。 李景峰和母亲就商量着准备明年的五一来结婚, 婚后呢, 两人继续在田津打工, 打算留在田津。 李德光, 这个罪恶滔天的银棍, 竟然把目光投向了儿子的未婚妻王淑平。 好几次, 王淑平上厕所, 他也跟着进去, 吓得王淑平大喊大叫的, 这个李德光就说,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李景峰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但是那是他父亲, 他隐忍着, 只想到赶紧回去回到田津就好了。 1998年的正月初八, 李景峰和打工返家的大哥景华, 在同村的一个朋友家喝酒, 喝到耳热之际啊, 朋友们这七嘴八舌的把李德光逼迫女儿卖淫和翠菊被劳教一年的事, 给说漏嘴了。 李景峰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回过家了, 由于母亲和妹妹都被父亲控制着, 他都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 听到这些的李景峰傻愣在了原地,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把小妹都给推进了火坑啊。 他隐忍了二十多年的屈辱和愤恨, 就像是火山一样的在熬着他, 他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狗, 真是畜生啊。 他大叫着, 摔碎了手中的酒杯, 起身冲了出去, 他要当面地向那个猪狗不如的家伙问个明白, 讨个公道。 九点多钟, 李景峰回到家, 发现家里竟然漆黑一片, 而院门也紧紧地闭着。 他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 王淑平一股不祥的预感让他浑身发抖。 李景峰翻过院墙, 靠近了窗户, 果然他听到了王淑平断断续续的哭泣声, 一股怒气直涌上李景峰的头顶。 黑暗中, 他那双眼睛瞪得几乎叫滴出血来, 他的牙齿都咬到蹦碎开来。 李景峰一脚就踹开房门, 冲进了屋里, 拉亮了电灯。 当他看到眼前的场景, 他一拳就把李德公打倒在地。 这时候他看见, 母亲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床头上。 他闭了闭眼睛, 心里怒火已经无法遏制了, 他简直就不是个人。 李德光惊慌失措地望着儿子, 为了满足自己, 他趁儿子外出未归, 故技重演的强暴的儿媳。 他打的算盘时, 不等儿子回来, 他就一走了之逃之夭夭, 可是没想到儿子竟然回来了。 饱怒的李景峰一把就揪起了李德光, 把他从屋里给扔了出去, 转身就从灶尖, 抄起了一把菜刀, 冲出去就按住了李德光, 一刀就伸向了他的下身, 毫不犹豫地就消去了李德光作恶多端的下身。 李德光痛苦地嗷嚎着, 并且开始反抗想对儿子出手。 李景峰红着眼睛, 充满了仇恨的双手, 就死死地掐住了李德光的脖子, 深深地陷入了他的皮肉中。 几分钟以后, 李德光脑袋一歪, 腿一蹬, 就结束了他罪孽深重的一生。 接到报警之后, 警车开进了村子, 停在了李德光家的门口, 却被全村的村民给围住了。 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向警察诉说, 还不能抓李景峰啊, 李景峰没有罪, 这李德光他该死啊, 李景峰这是为民除害。 村民的呼声是此起彼伏, 而院子里李德光的尸体, 就像一条丑陋的白躯, 蜷缩在一片血污中, 遭人唾弃。 这时候, 李景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伸出了双手, 方桂兰和王淑萍哭着喊着冲出来。 方桂兰, 这个一辈子都没敢大声讲过话的女人, 此刻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仿佛喊出了她一生的屈辱, 还有痛苦。 我的儿啊, 你为什么不让娘把她杀了呀? 娘想等你走了就宰了她的, 应该让娘动手啊, 你还年轻啊, 你怎么这么傻呀? 警车艰难地挤出了人群, 远去了。 听完案件详情, 没有人能不对李德光义愤填膺, 都觉得他这种人就死有余辜, 也对其子李景峰的杀父行为, 以及妻妻其女儿的软弱愚昧, 也是感慨万千。 很难想象, 在如今的社会中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在生活中, 人们应该利用其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不少人提出说, 少年时无法反抗, 只能忍受, 但是当年纪长大了, 已经成年以后, 就应该对这种不法的行为进行抵抗。 可能本案中, 妻子儿女会顾及很多, 比如亲戚邻居的看法, 伤害自己的毕竟是自己的父亲, 这让他们很难去抉择, 但也正是这种忍让才让李德光这种人得寸进尺, 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